但产业的商机有多大呢 进一步统计2009年的产值是200亿美元 到了2014年将会达到500亿美元 而企业相关的硬体建设 也将会有智慧云端建筑的产生 让产业更加具有竞争力 不管是电脑还是手机 随时随地透过任何咨询设备连上网路 存取使用电脑资源 云端技术勾勒未来美好愿景 因为根据国际管理顾问公司麦肯锡报告指出 一家规模200人的企业 如果采用云端技术 单单软体的支出就可以省下30%的成本 台湾相关产业也开始进行整合 打算建构出全球首座智慧云端建筑 希望结合所有的全世界的各个软体业者 因为私有云本身是个平台 平台上可以跑很多不同的软体 所以我们也希望吸引一些不同的软体业者 把他软体来这边放在私有云上 这边所有的客户都可以使用 未来在办公大楼里头 就直接建置机房 还有专人帮忙维护负责资讯安全 企业不需要再花钱 就能够直接分享云端资源 同时还能够创造就业机会 大系纸的经贸园区 当然是结合科技 然后结合媒体 结合物流 结合休闲 种种都有 然后他的用意是在四年之内 他的宴前是要达到八万个就业机会 不只如此 细致的经贸园区 预估四年内吸引两千家以上的企业进驻 成为资通讯产业园区 中天新闻新北市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